新华社北京7月20点,州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列车医疗队,将于7月22日至8月7日赴老郭万象,日老郡医疗队联合开展大号为和平列车2018的人道主义, 医学救援联合演训及医疗服务活动,按计划,和平列车医疗队,将于7月22日抵达老郭定内,7月24日至7月30日,中老两军将在老军后勤学院展开一红网在哈人道主义,医学救援为主题的联合演训活动,这也是两军被勤奋对历史上首次联合演训活动,中方参演官兵100人,老军参演官兵90人, 模拟伤病员50人,中老两军为勤分队将采取联合编组,联合作业的模式,通过联合指挥,联合救援,联合保障,完成提量伤员救治,为重伤病员列体医疗后送,再传染并防控的训练内容,提升两军为勤分队协同行动能力。 8月2日至8月6日,和平列者医疗队将依托老军第103医院,101医院在老挝万象市,传矿省同时开展医疗服务活动, 医疗队将派出普通外科、骨科、神经内科、消化内科、心内科、呼吸内科等26个学科的专家,为老挝、政府官员、驻军、军人家属和地方群众开展医疹、查体、群诊、手术等服务。 这次活动中,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将向老挝人民军捐赠高机动型急救车、卫生防疫车等大项卫生装备三台,老军级、区等小型医疗设备提要品等价值,约350万元的卫生物资。 正式和平列车医疗队即2017年,在赴老挝境内执行任务,2017年7月25日至8月8日,和平列车医疗队首次走出国门,在老挝首都万象市和北部狼南塔城,开展医疗服务活动,成功实施了老挝国内首例无痛胃肠进手术, 诊疗了和面部巨大浓肠,胸臂恶性纤维肉流等少见病例,并向老挝军方捐赠了数个级教学,培训预考核等功能,为一体的临床技能培训中心。 当时,和平列车医疗队的优惧服务,闲进的帐篷医院系统和中国军医的停战医术,被老挝党政军民口口相传,实际服务人数新计划的三倍,达到了6536人次,出现了一号难求的情况,受到老挝各界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,高度认可。 请不吝点赞誉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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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